如果月亮离我们而去会发生什么呢 首先夜空当中最明亮的一盏灯将会消失 满月的平均亮度是夜空中第二辆天体精心的14000倍 如果月亮消失 每个晚上都将是漆黑一片 这或许对观星有所好处 但除此以外就几乎没有什么好消息了 月亮对潮汐的影响巨大 如果没有它的贡献 海洋涨潮和退潮的幅度将会减少75% 这会直接威胁许多生活在潮汐带的 螃蟹以及软体动物的生命 进而影响到以它们为时的大型动物的生存 从而对整个沿海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我们就会看到海洋和陆地上的生物数量 开始大量的减少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产卵事件之一 每年11月的大宝礁珊瑚繁殖剂 被证实跟满月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陆地上的红蟹也使用月亮作为繁殖的提示器 在山区生活了大部分的时间之后 数百万成年的红蟹会在最后一个月向中期 迁移到海岸边 然后雌性会将卵释放到大海中 才是新一轮的生命循环 尽管有没有月亮 是乎对我们人类的繁殖没有什么影响 但天气变化会让人很头疼 原本潮汐以及洋流 会将北极寒冷的海水带到温暖的热带 从而平衡海洋温度并稳定全球气候 现在没有潮汐和洋流了 天气预报再也说不准了 地球上的冷热分化将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不过这都不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最大威胁 地轴偏转才是噩梦 地球现在的倾斜度大约是23.5度 这样我们拥有舒适的四季变化 而正是月亮引力的作用 帮助地球维持住这样的姿态 要是月亮消失了 地轴就开始跳起了摇摆舞 幅度至少在10到45度左右 科学家预测 有可能老大哥木星会看不下去 阶梯月球开始帮我们稳定地轴 以防止事态变得不可控制 但即便是地轴只倾斜 一点点也会对季节与气候造成严重的破坏 冰河世纪曾经让地球陷入一片死寂 科学家认为正是由于 地轴稍微偏转了一两度所造成的 很难想象超过10度的改变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所以月亮我们真的离不开你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让科学更有趣 我们下期观看